主打影音第一步 苹果再宣布 缩边自驾车单位200人 未来要把影片包裹成 每月订阅服务 内涵云端储存 一些著名的动漫 除了电影的票房之外 周边商品的销售 更是票房的好几倍来寄 所以其实慢慢的硬体公司 也发现这样的趋势 甚至包括像苹果 他们的一个手机制造 虽然过去一向是非常的强 但是随着所谓目前的市场 已经趋劲饱和 还有我刚刚讲的硬体的提升 已经来到了一个瓶颈 其实他慢慢也想 从这个软体的方面去做切入 接着还从索尼影业挖角 电视高阶主管 工程师投入到影音服务 3月25日 苹果将在Apple Park 把新服务曝光 但由硬转软 对台湾供应链恐怕是挑战 我想或多或少还是会 因为其实台湾目前的 我们的制造还是强项 所以是比较偏硬体方面 但软体部分的话 虽然说台湾的一些 不管是电影 或者说综艺节目 在华人地区 有一定的占比 但是毕竟有时候 会常常面临杀加竞争的问题 目前苹果三分之二的总营收 依然是靠iPhone撑起 但当模预估 2020年度时 苹果服务类业务营收 可能破500亿美元 五年间将贡献 60%的营收成长 东京产权机新闻 综合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